哈囉大家好,我是柳獎 好久沒有拍這種作者講話的影片 有沒有覺得有點新鮮? 那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看醫生的時候遇到的文化差異 可能會有很多在看影片的人覺得說 看醫生不就看醫生,是會有什麼文化差異 不瞞大家說我在日本看醫生之前 我也是這麼想的 根本就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啊 畢竟我覺得比起文化差異 應該是語言的問題會比較大吧 這是我一開始的想法 當然說語言的問題一定也有 例如說他們講的藥品的名字啊 都是カタカナ 就是完全看不懂 英文直譯那種過來的 你願意跟我講漢字的我比較懂 語言有很多不勝美覺的 相信大家即使不在日本看醫生都可以想像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這裡遇到的文化差異 跟台灣太不一樣的地方太多了 我那時候在北海道大學當交換學生 然後正式算是在日本長居 應該就是三年前開始念青衣別科 那時候到現在 那在那一段時間呢 我生活了非常多的病 也看過非常多的醫生 累積了非常多的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項 看醫生之前一定要查評價 這個應該算是台灣人比較沒有的習慣吧 我覺得 當然在每個地方醫院都有比較雷的 跟比較好的 畢竟台灣也算是熟悉的地方嘛 尤其是老家附近 父母都有門路 知道哪家診所大概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踩雷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畢竟是我們最熟悉從小長大的地方嘛 但是先撇開我自己的住家 例如我之前大學的時候在嘉義住了4年 在那個時候在嘉義看的醫生 還有在台北有時候我也不會聽父母的話 隨便亂跑去看醫生 給我的感覺是 踩雷的機會也沒有在日本這麼高 通常就是身體哪裡出問題 就會看什麼課 看到那課的診所就直接走進去 看醫生通常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啊 所以我在一開始來日本的時候 我也覺得 嗯 看醫生不就這樣 可是實際上我去日本的醫院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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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踩雷 可能是我運氣不好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如果去了5家 至少有3家就會是雷的 自從我知道這個真理之後 每次我在日本看醫生之前 我都一定會先查評價 看一下這家醫院的評價是如何 然後其他客人怎麼講這樣 我當然也有想說 可能就是我運氣比較不好 可是我發現文檔在去看醫生之前 他也一定會查耶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身為日本人的文檔 都在查評價的話 那日本人查評價的東西 應該就還蠻有參考價值的 那查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可以去Google那邊搜尋 你想要去的科別 還有你想要去哪個車站附近的話 就會跑出來一大堆 通常會有人整理出來 這個車站附近有哪些惡皮厚科 那你點進去 可能就會有去過的病人留下的評論這樣子 那評價評論這個單字叫做 Kuchikomi Kuchikomi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以為是念Lokomi耶 超丟臉的 我就跟我朋友說 欸這個Lokomi 就我朋友的大笑 他就說 他一開始也以為這是念Lokomi 可是其實是Kuchikomi 我自己的話是比較習慣這樣查 那文檔查的方法 通常會是 他先會查出他最想要去的那一家 然後就把那個診所放到那個Google Map裡面去 然後點進去看下面Google Map的人的留言 我們兩個查的方式就不太一樣 兩種是都沒差啦 只是我們有自己習慣的方式 那當然說日本好的診所也不少啊 只是建議大家可以先抱著踩雷的心情 到時候可能踩到雷的時候就不會這麼難過 那跟大家分享我踩過的雷 其實有蠻多種的 例如說 醫生的態度超級差 或者是我就看皮膚科 他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一樣 在台灣應該很難想像你去看醫生 醫生跟你說 我不知道你這是什麼 就是這種衝擊感覺 那我自己有一次最衝擊的是 我之前就有在影片啊或是我的Instagram Facebook的講過 我其實是有先天性的皮膚炎的 在台灣我都有固定看醫生 在台灣拿藥之後我會帶來日本吃 然後有一次是藥吃完了 我的病就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不知道怎麼辦呢 要去哪裡看醫生 我就把我的病名打上去 然後就是找那個權威這樣子 然後找了表餐到附近的一家皮膚科診所 他就說他們很會治這個病 然後我就去看 結果我到現場跟醫生說病名的時候 醫生還拿字典 然後出來查這個病的特徵是什麼 這樣子可能就算了 就是醫生要開藥的時候 還跟護士說 欸是開什麼什麼嗎 然後護士就說 喔你可以看一下字典上面應該有寫 然後我就覺得好不安喔 那個時候我真的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我到現在都還忘不了 所以我現在就知道說 如果我要看病的時候 就是盡量回台灣看 我每次想回台灣看的時候 很多朋友啊或者大家可能會誤會說 喔因為台灣的健保很便宜齁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 不只是健保 是台灣的醫生跟醫院真的非常的厲害 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台灣的醫療資源 那醫療的女兒們也辛苦了 你們真的非常的棒 謝謝你們 那我要日本醫院這個話題 如果說呢沒有踩到雷的話 就是你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幾乎每次去每次踩 第二點 健保卡繳交方式 在台灣看醫生的時候 我們不是每次掛號都要附上健保卡嗎 健保卡裡面可能會存有我們的資料這樣 日本的健保卡跟台灣的長得不一樣 它就是一張紙 上面是沒有IC晶片的 就是一張紙 也沒有照片 在日本看醫生的話呢 只有第一次掛號的時候要提交健保卡 之後醫院會給你一張他們自己的卡 會把下次要看診的預約時間啊 全部寫在那張卡上面 下次來醫院的時候 只要提交那張卡就可以了 但是我到了一個新的月份 還是要提交健保卡喔 那這裡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例如說第一次看診的時間 如果是7月1號 那就要先繳交健保卡 那下次看診的時間呢 如果是7月7號的話呢 只要提交醫院給的卡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的下一次看診時間 是下一個月份 例如說是8月的話 就要重新提交健保卡 加上醫院的卡 我自己是覺得 日本這樣子有一點點小麻煩 因為日本不只是醫院啊 就是各種店家 包含飲食店 或者是 Mangakisa 就是幾乎每一家店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卡片 所以錢包常常都會是 塞滿卡的狀態 要找卡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蠻不方便的 但是醫院先放一邊 很多店家 飲食店 或者是超市便利商店 他們都開始採用APP了 這個是我覺得 喔有有進化的方式 就是卡終於不用這麼多了 那另外跟大家說 日本的健保 我們要自己負擔的金額是30% 這樣講可能大概也沒什麼概念 但是就是每一次 去看醫生 差不多都要付個 30百塊台幣這樣子 很貴齁 第三項 牙醫不戴手套 看整一次30分鐘 這個我真的是 超超超超超超 然後太太太太太文化衝擊 在台灣我真的沒有遇過 不戴手套的牙醫耶 我這裡先說 日本也不是每一家牙醫都不戴手套 因為我的牙齒不好 所以其實我常常在看牙醫 不管是北海道 還是在東京 那東京也搬過很多次家嘛 然後那附近的牙醫也都去過 我遇到至少有60% 就是10家裡面就有6家 他們是不會戴手套的 一開始受到衝擊是在北海道 在北海道我至少看過 3家以上的牙醫吧 我記得應該是都沒有戴手套 接下來搬到東京之後 有戴手套跟沒戴手套 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然後現在搬到熊本之後呢 熊本的牙醫也是不戴手套 連現在有疫情 醫生還是不戴手套 可是他沒有戴那個透明的 像頭盔的東西 就是堅持不戴手套 當然醫生都有好好洗手啊 像在熊本這個也是 醫生一看完我 他就趕快去洗手 而且是洗得超級認真的那一種 所以也還算是安心吧 因為我真的太好奇 為什麼日本牙醫不戴手套 我之後就有上網查 然後我發現不只是像我這樣的外國人 也有很多日本人會問說 就是牙醫不戴手套 怎麼會這樣 還是預約牙醫的時候 可不可以問牙醫會不會戴手套 所以應該在日本也算是一個普遍現象 但是對我來說 要過去心裡的那一關還是有點難 我後來有看到一個解釋是說 戴手套的話 牙醫就比較難確定那個手感 所以有牙醫會不戴手套 當然我不知道這是正確的啦 只是有人分享是這樣子 那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 牙醫不戴手套 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經驗 就是我們的手指這邊不是會有毛嗎 如果是日本女生的話 幾乎都會脫毛 他們會把這邊的毛也全部脫掉 可是很多男生大部分還是不會脫毛 尤其是歐基上 他們這邊的那個毛就會很長 然後我之前在看牙醫的時候 那個牙醫生在弄我的嘴巴 他那個毛就是一直在我的皮膚這邊 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我真的太恐懼了 就是那個觸感我都記到現在 但是之後我就換別的牙醫成熟 好啊 接下來是30分鐘這個部分 就是日本的牙醫 不知道原因是法律還是怎麼樣 可是一次就是只能做一個步驟 然後一個步驟就是30分鐘 這30分鐘可能包含你要掛號啊 什麼什麼的 到底一開 反正總共就是30分鐘 所以有時候可能台灣 你看個兩三次 可能就好的牙齒 在日本可能要看到一個月 我就是一顆牙齒會看到一個月以上 因為他們每次都是只能做一個步驟 第四點 診所的營業時間非常的短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日本的銀行啊 還有郵局的營業時間 都非常短的這件事情 那日本的ATM也是 如果是銀行的營業時間外 你要領錢的話就要扣手續費 而且一次就要扣台幣60幾塊 超痛的 那除了銀行跟郵局這些營業時間短之外呢 日本的醫院的營業時間也是非常非常的短 尤其是晚上幾乎都不會開 他們可能只會開早上、中午跟下午 那尤其是很多上班族 他們可能只有六日可以看醫生 日本很多醫院六日都沒開 不然就是只開禮拜六早上 所以我就一直非常的納悶 就是日本的上班族是怎麼看醫生的 那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他們的藥妝店成藥才會這麼的豐富 第五點 診所裡面有飲料可以喝 喔 這個是超級小確幸 當然不是每家醫院都會這樣啊 但是我遇過的幾乎都有 他們會有一台很大的飲料機器 那通常飲料啊可能是茶、水、CG lemon 或者是維他命飲料、薑茶、什麼的 就是比較偏健康的飲品啊 不是那種很甜的柯比斯之類的 那你可能按按鈕之後 它就會有杯子掉下來 紙杯 那你就有飲料可以喝 有熱的也有冰的 很貼心喔 我每次只要去到那種機器的診所啊 就會覺得非常的幸福 有飲料可以喝 第六點 介紹性給大醫院 因為日本的診所啊 他們看的科別可能非常的細吧 那如果是診所認為 它沒有辦法對應的症狀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寫介紹信 然後你就要去大醫院畫號看診 大醫院非常的麻煩 我印象有一次很深刻是 文當要拔智齒 然後他去牙醫 那個牙醫就說 他們那邊沒辦法拔智齒 所以就幫文當寫了一個介紹信 然後我跟文當就是 跑超遠去大醫院 幫他掛號拔智齒 可是大醫院真的很厲害 就砰就拔掉了 速度非常快 只是說要等很久又很麻煩啦 可是現在想一想 我在台灣之前看牙醫 也有拿過介紹信 好啊這個就不算 只是我對文當那次看智齒 印象很深刻 好那以上就是我在日本看醫生 大概整理的文化差異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 那個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這些文化差異啦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 我們心裡的那個心魔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 可是我自己一開始來日本的時候 遇到一個狀況是 畢竟日本是國外 講了語言 不是中文 就不是母語嘛 然後可能會害怕自己 其實是不了解這個 國家的文化環境 所以什麼都不敢問 就即使覺得怪怪的 還是不敢問 如果在台灣 你覺得有一點疑慮的話 可能就會直接問醫生或故事說 欸怎麼會這樣 那他們會跟你解釋 可是在日本 我那個時候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會怕我聽不懂醫生在講什麼 所以 醫生跟我說什麼 我雖然覺得有一點怪怪的 我都還是說 喔嗨嗨嗨這樣 可是其實這樣會回到自己啊 因為你就會一直很不安 尤其又是那種比較需要專業術語的 牙醫啊 因為我真的看很多次牙醫 牙醫印象比較深刻 所以我講牙醫 我心裡有非常多的疑慮 覺得欸這樣真的可以嗎 真的掉這個牙齒整個消掉嗎 就是我都不敢問 所以就讓我在看診的時候 就會是很不安的一個狀態 其實這是不太好的事情啦 然後到之後 越來越敢問醫生 那醫生會跟我解釋嗎 當然也不是每個醫生 都會這麼熱情詳細的跟我解說 但是 只要有遇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 喔就是很感動 很值得信任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國外看醫生 最大的還是那個心魔啊 就是 我們不要去擔心自己 會不會冒犯醫生什麼 就是我們覺得有疑慮的地方 我們就要開口問 就是畢竟我們去看醫生 最重要是要讓我們自己安心嘛 好最後結尾 是一個很不文化差異的結尾 我之前看到首播 有人說他在美國 英國在看我的頻道 那不管大家是在全世界的哪裡 都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平安的生活 還有這樣子啊 我們也會好好注意身體的 那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大家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